今天有1萬塊的原來台灣界代國社ETF 控控救助控 最近是很烈 民眾大家三千要買 前面對這款的現象原來都先發出聲明 強調到處前就要注意這個方向的省修能力 今天關火也拍攝 要出手關鍵囉 小組做最美理採 未少人會選到ETF動作投資的目標 像這個最近1萬塊的原來台灣界代國理社ETF控控救助控 還未成為主持的作成方向在一開始申告後 有關心的假期公佈和國中第第2天 已經沒有1萬千億 大多數的人都非常看好這一支 所以才會有這個all in 就是因為超級地反對一段接手 又嫁和巴菲特 三個路集計大家投資 加上每個配色設計 意外他去大家穿來買 對處 原來都先發佈聲明肯定稱 提前一投資金 應該重分了解三片 就像憑國主審風險省修靈力 剛才幾位肯定財務決策 也不過共產政管就開出的1千塊點停機申告 據我所知 很多中南部 甚至有很多阿公阿嬤 他們就結定存 說利息多少我也要嚇 民眾申購的這些人 他的配息我想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只是本金的部分能不能持續的增長 就要看後續股市的變化 分析書表示 以往ETF無時規模都是落地五六十億 也不過今年這次因爲全球鼓勢跟AIR帶動的行政家 讓三位股東ETF消息有好的成績 面對台灣ETF規模每一年 前往超過1.5條 今萬歲也要出出港軍 都方便加強管理 以前更是證定 強化道信資格 基金消息 機構管理 跟萬千公務協會主力回環境 有請那個業者要去充分揭露 配息的來源的一個分配方式 他是跟某某投信公司合作 去要求說網紅也要把這些資訊都扣出來 台北高七十八 雅哥創下 2萬空一百十二點 新冠紀錄 要不過公布2萬點之後 蘇部騎棍 雖然台設地紅海到重點做棍 激勢檢盤 交管理所 油門購散毆 中間他 1萬9231點做休 休期13點 升級金車 530080日 台設地雖然開閒行 但表現油門出色 中間起1.1%收至779元 記者總括報道